澳門作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 餐廳遍地開花 各國菜式淫君選擇 有青年看好本地新派料理市場的潛力 創辦人楊振傑與丙永賢分享說 餐廳在兩年半前成立 在機緣口合之下 以最直接的頂手方式創業 投資80萬 憑踏實的經營理念 創意菜式 不間斷地帶給食客新鮮感 主打新派料理 以意大利食物為基礎 融合世界各地菜式風格和味道 目標打造獨特餐廳 成為三五之忌 激加大西品嘗美食美酒的好去處 其實特色跟我們的名字一樣 即是我們新派料理 會混合一些未必是傳統做法的西餐意念 雖然西餐我們都會放一些東南亞特色 或者世界各地的食材 或者烹調方法的特色 去混合我們的菜式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說 澳門由於旅遊城市 餐飲業的發展非常蓬勃 各種不同的菜式應有盡有 競爭亦很大 除了一般的同業 來自博企的餐飲競爭亦非常大 因為很多時博企會以補貼的形式 來經營一些特色又或高檔的餐飲 所以私人經營的餐廳要有真材實料 經常變化才能引導客 在經營上 在疫情期間 有許多餐廳都推出外賣服務為遲 但一般的西餐不能行外賣 西餐整個服務流程是享受 亦需要有儀式感 在用餐期間與客戶交流 在短期內要用外賣的形式 來維持生意額 在餐單上必須有改變 很客觀 其實這次政府幫助很多 無論個人或中小企 他推出消費券 我們在5月就馬上追回來 疫情開始時 我們跌成40%至50% 但守住 每個人都走去做外賣 保住也好 拓展新市場也好 也有很多本地 光顧熟客的朋友 特地支持 這都要感謝 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說 疫情下 對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漫長的復甦期中 企業要改變經營策略 作為新派料理 可以藉著政府的消費卡 向客戶推出優惠套餐 讓客戶可以多來餐廳嘗試 或者可以推出一些優惠時段 譬如Happy Friday 來吸引該時段的人流 選擇吃西餐 給人的感覺是要用時間去享受 譬如食物、服務、環境氣氛等等 這些都與現行的社會風氣不負 我們發覺現在飲食節奏很快 有很多人都很想一個小時內完成所有東西 然後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拿著手機 你也知道現在的文化 我們希望客人來到一個小行業 裡面的大格調 所謂的大不是說我們是一間很高級 或者要追星的餐廳 絕對不是 其實我們服務和我們的收費都很貼地 反而希望我們真的進來 在一個行業裡面有這樣的餐廳 原來是這樣舒舒服服 慢活地吃一頓飯 生產力中心就說 在疫情之下 這個非常時期 相信有不少餐飲的經營者 會體會到客戶管理的重要性 所謂客戶管理 是指在經營的過程中 收集和分析客戶的訊息 了解客戶的需求、特徵和喜好 從而提供能夠確切地迎合他們 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良好的客戶管理 可以增進彼此的關係 從而增進顧客的忠誠度 在這段沒有旅客 本地客亦較少的時期 如果手上有熟客的資料 毋疑是對推廣業務 爭取有限度的生意極有幫助 我們團隊 即是我和另外兩位夥伴 其實我們其中一個夥伴是會煮食的 我自己怎樣開餐廳 我就很餵食 很喜歡吃東西 我另外一個夥伴 就對酒很有研究 整件事合起來 就不是完美的 但很對點 在這樣的三角組合裡面 希望可以帶出一些 新鮮的東西 或者叫做 現在這一代的西餐廳 概念給大家 找到西餐廳